大體上來講 他的名單是四平八文 平常一講就是 也有所謂的專業人士 也有所謂的政治人士 我覺得大體上四平八文 可是光這個屏東這件事情 我覺得將來在選舉的過程中 他們會成為對手攻擊的 一個很大的焦點 特別是屏東選民 會覺得說 那我們屏東人是被當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民進黨既然做了這個決定 他們將來他們就必須承受 那個之後的政治後果 大家在提名權上面呢 不惜呢就是先底牌 大吵架 所以呢有些人被協調到 不分區裡面來 那結果也覺得不滿意 原來不滿地的理由 大家以為是說 我很清高不要不分區 原來是名次不夠前面了 繼續往前挑 所以看到民進黨其實在這個 權力的禁足上面來講的話呢 也是十分的火熱 國民黨至少在反應上面呢 遇到的地方上面 廣泛的對這份名單 是否對選情有幫助 提出疑問的時候呢 快速的做出了反應 釋懷 那他到現在還沒有說要退出 那他過去身為退役將領 去中國那邊參加閱兵 也非常擔心說 如果他還繼續在 部分區名單裡面 是不是會利用立委的職權 然後進行軍事機密資料的調閱 對台灣的國防安全 造成嚴重的影響 那民進黨的部分 雖然有些人覺得說 是不是有很多 派系之間的一個紛爭 但我個人認為是說 還算是四平八穩啊 本來兩個都不是太好的名單 可是因為有了國民黨 在背後壓陣 所以再怎麼爛也不會 比國民黨爛 國民黨那個名單 基本上已經不是 那個不能再稱之為名單了 那個可以說是無歌哭軍團 那個東西完全就是看得出來 是黨主席的私心自用 難怪所以國民黨 包括青壯派 包括各派系 大家都抓公 群起為公之嘛 那當然國民黨後來也有 稍微做修正 可是不管將來你怎麼修正 在之前你這幾天的整個燃燒 對你國民黨的整個不分區的形象 是大大的傷害 就連韓國瑜陣營都不支持 韓國瑜在前線打仗要選總統 結果你們後面給他放這個火 我想民進黨的部分 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得分 也不會有失分 但國民黨這邊很明顯 他這個部分軍名單一出來的話 原本韓國瑜的民調 已經是有落後 那可能會有更進一步的 再往下修的空間 因為不管說韓正瑩 他對吳敦義這個名單 有什麼樣的意見 或者是國民黨的中生代 新生代 對吳敦義有非常多的想法 甚至會去靜坐 那但是大家都會覺得 國民黨就是議題的 是有連動性的 所以對國民黨部分區的 這個焦慮感跟不滿 也會反映在總統大選上面 其實總統候選人 他們之間議題上面的 攻防跟互動 仍然會搶回議題的主軸 所以在短線上面來講 雖然部分軍名單 會成為大家關注的一個對象 但是在歷次選舉投票行為 最終決定的最重要的方式 還是總統候選人這一局本身 以及區域立委的表現